週末期間多倫多市中心有十幾個集會示威活動舉行 警隊加強部署維持治安 不過今日基本上風平浪靜 多倫多警隊昨天專門召開記者會 說將會加派警力應對週末期間在多倫多市中心 舉行的十幾場集會和示威活動 打擊任何暴力和仇恨行為 今日下午3時 一些支持巴勒斯坦人士 在361號University Avenue路邊廣場 舉行聖城一集會 對面就是美國大使館 示威者打著標語要求停止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 發表演說抗議美國等西方國家雙重標準 支持烏克蘭戰爭的同時 忽略巴勒斯坦的主權問題 因為涉及長期的宜巴衝突 本國猶太人社區擔心這個活動會助長反猶太主義的仇恨行為 警方在現場全程監督 不過活動組織者也叫口號說 不反對猶太教 反對的是領土佔領 另外今日再有人走上街頭要求自由 響認正在握泰華舉行的滾雷電單車自由車隊活動 照片 這裡 我們回來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